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去上这些课 不是因为钱 不全是 我想让我的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真的 我跟我老婆就一商量 决定在今年暑假 把我的孩子送回到我的老家去 让他接受最朴素的教育 我的老家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 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儿过的 我小时候非常简单非常快乐 我每天就是特别简单 就是跟我姐姐他们一起跳皮筋 一头拴树上 一头拴我身上 他们一跳跳一天 我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后来丢沙包 沙包里面放的都是玉米粒 我姐他们拿沙包丢我 打在身上可疼了 但是这个游戏 特别促进孩子的成长发育 我不到五岁就开始换牙了 就是你的家乡会给你很多的惊喜 我在上海迪士尼排了两次队 没有给我女儿买到的林纳贝尔 我在老家赶集的时候买到了 买熊大熊二送林纳贝尔 回去之后 我孩子第一次在院子里看到了鹅 我非常的喜欢 我妈一看孩子喜欢鹅 当天晚上就把鹅给炖了 鹅到死都没有想明白 下午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吗 真的 我爸妈知道孩子喜欢这种小动物 第二天就说带我们去县城的动物园 去逛一逛 我之前也没有去过 新开的 我说行去吧 然后我买票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动物园的门票只需要十块钱 我说十块钱的动物园门票 我不会在里面看到狗吧 进去之后发现我还是想多了 狗都没有 你们逛过家禽市场吗 这就是里面任何一个动物 我妈都会炖 然后我孩子想进动物园 想看老虎 老虎没有 想看大象 大象没有 想看狮子 狮子没有 真的 我妈给她的解释你也想象不到 我妈给孩子的解释是说 想看老虎啊 老虎它灭绝了 狮子灭绝了 大象灭绝了 我说妈 你比大自然可残酷多了 这么一会灭绝撒了 我说妈 咱耐心一点 咱得配合孩子 不能这么吓唬孩子 我妈学得也很快 过了一会儿孩子想看长颈鹿 我妈就说想看长颈鹿啊 长颈鹿啊 她吃树叶去了 我孩子就问 奶奶 那我们为什么不吃树叶呢 谁说的呀 奶奶小时候也吃过树叶 那现在我为什么没见到你们吃过呢 你想看吗 想看一会儿我让你爸吃给你看 我赶紧把行李拉过来了 我说想看长颈鹿是吗 我告诉你孩子 长颈鹿 长颈鹿它灭绝了 我说别聊了 再聊一会儿你爸也灭绝了